Hello, 大家好, 我是 Little Jessie Mama 今天想和大家做一個很有香港茶餐廳風味的番茄焗豬扒飯 和大家看看這裏的超級市場 這裏都有齊全的食材 我通常都會在這裏買所有要煮的食材 通常會看沙拉的櫃,有什麼菜可以買回去 另外, 我們今天做焗豬扒飯 我想找柚骨的豬扒 這裏都很齊全的, 亦有不同的肉的部分可以買到 我買了這隻柚骨的豬扒 另外, 也買了洋蔥和番茄, 預備做焗豬扒飯 首先, 醃了豬扒 豬扒飯後, 用醬油, 糖, 胡椒粉, 和 豆粉 攪拌大約30分鐘 這裏兩塊豬扒大約3磅半左右 是一隻比較厚, 有骨的豬扒 醃了豬扒大約30分鐘左右 同一時間, 預備用洋蔥和番茄和蘑菇 先切好這些材料 這次我用了2個洋蔥, 3個番茄和蘑菇 先將番茄切條 然後, 番茄切成一件件 蘑菇用水清洗, 用來印乾就可以了 煮好一鍋飯,準備做豬扒飯的飯底 先炒飯,放入平底鍋,加兩隻雞蛋和少許鹽,炒至乾身為止,放在焗盤底部 另一時間煎豬扒,不用煎熟,大約煎至半成熟 因為待會放進焗爐裡焗 大家看到我一直在用同一隻熱熱鍋 中間不用洗鍋,因為煎豬扒的油粉 會用來炒洋蔥和番茄蘑菇 把番茄和番茄炒至熟,即是番茄的質感很軟 洋蔥也很軟 這個時候可以開始調味 調味料是有茄汁和糖 再加少許季汁 季汁會令番茄醬的味道提升 把番茄蘑菇炒至煎熟 把番茄炒至煎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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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豬扒上去 最後把洋蔥和番茄蘑菇鋪在上面 盡量鋪平一點 可以蓋上整個飯的表面 預熱焗爐至220度 然後把番茄炒至煎熟 然後把番茄炒至煎熟 排好後,就可以放入烤箱 先用220度烤15分鐘 然後轉火,即是烤5分鐘 這樣做令茄汁表面有燒焦 這樣就很好吃了 過了20分鐘就可以出爐了 有些人都喜歡加碎紙巾 大家也可以在入爐之前這樣做 不過我這次就沒有這樣做 這個經典的菜式 都令我想起香港很好吃的焗豬扒飯 所以我來到英國之後 都是經常做的 希望你都喜歡這個食譜 多謝你看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、訂閱、分享 還有按一下小鈴鐺 下次見,拜拜